最有应得 而秦枫的手臂更是鬼仙派所为 和秦晨有什么干系 康王 当年这秦月池与人私奔 那男人一直不知是谁 如今康王如此为了秦晨狡辩 该不会 赵凤 你 康王 今日我只想找秦晨麻烦 你们都可以走了 秦晨是玄机强者 赵震 你敢载我王渡萨也 赵凤 你拦不住 小子 今日我不杀你 只费你丹田 让你也尝尝成为一个废人的滋味 走 靠王 我赵震要废之人 何人能滥 赵震 你当上我天星学院地址 问过我楚伟臣了吗 好 楚院长 院长来得倒是吉时 算你绕着运气 也可留下一张底牌 楚伟臣 多年不见 你这老家伙的修为 倒是愈发精进 不过 凭你 可别想阻我 天臣 你没事吧 弟子没事 区区一个老不死的 还伤不了我一根寒毛 赵震 秦尘他是我天星学院弟子 也是大齐英才 是想公然与天星学院 打起为敌吗 楚伟臣 凤儿和笛儿也是你学院弟子 却被这秦尘所伤 这个做院长的 又有什么资格做报仇 今日这秦尘 老夫非非不可 这秦尘除毛也非亡不可 秦尘除毛也非亡不可 秦封在哪儿 给我滚出来 怎么来的这么一群狗手 这是谁啊 秦尘 怎么回事 祝母 他们是鬼仙派的高手 你们刚走 他们就打伤门来 要找封少爷 否则就吐露我秦家满门 大招了他们都被打成重伤 我的别无他法 只能将他们带来 鬼仙派 凤儿 快走 你们一群开生怕死的闹主 秦家怎么会要 杀了你们这群废物 宗主 那个独臂少年便是秦封 还有那边那个便是秦尘 好 很好 你就是那个杀了我而无击的秦封了 阁下 你们绝对搞错了 在下秦家主母赵凤 宁儿念无极的死与凤儿无关 是秦尘这个小畜生所谓 你们可别被骗了 本宗今日替儿报仇 不管他真凶是谁 两人都难逃一死 两人都难逃一死 他人都给本宗退下 倘若碍事 就怪本宗手下无情 宗主 倘若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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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小子 当初你杀死我儿时 有没有想过会有今日 住手 我快回去 你也想阻碍我 这就是五国最顶尖强者的实力吗 芳儿你快退 其他人都给我上 不知死活 不知死活 是外公的四匹血脉之力 外公 快打死那个大魔头 外公 从来 对 唸的 不 不承提杀我 风儿 快 Utah 開 很绝望吧 我儿无忌被你杀死前也是这样 今日我便要你血债血偿 风儿 风儿快跑 花龙掌 好 秦晨 你赶紧是现在离开 对 陈尚 我来帮你拦住对方 你和秦大小姐先离开 不行 那你还说看似随意 实则已经盯住了我 我若懂他必先杀我 此时绝不可妄动 别杀我 念无忌不是我杀的 真的是天真所为 我若有虚言 天杂雷击 不得好死 我都试验 莫非念无忌 真不是他所杀 小子 你有何话说 慌不择言的求生之话 阁下也信 秦晨 有种你也发向武道誓言 为求苟活而发誓 是弱者才会做的行为 我秦晨又岂会像你一样 你们都看到了 他不敢 对 风儿是无辜的 凶手是这个小畜生 你派来杀他的人 肯定也是被他杀了 莫非凶手真不是你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呀 不是你又如何 既然你当时在现场便和我儿之死有关 老夫管你是不是凶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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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风儿 我的风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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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 冯儿 你不会死的 不会的 冯儿 大哥 娘 冯儿 轮到你了 住手 是肖战大人啊 肖战大人来了 太好 接下来我们先派都倒霉了 冯儿 谁 到底是谁 我杀的 怎么 杀我 我要你死 可笑 是陛下 参见陛下 陛下 万万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 可笑 此事本宗早已提前告知 让你不要掺和进来 难道你齐国 是想和我鬼先派宣战吗 放肆 提前告知 所以才来源如此之慢哪 糟糕 不 说过金文军早来撇客 大哥就不会死 大胆 在国军面前 竟如此出言不逊 何想在我大齐王都动过 杀我大齐天才 还想让朕不过问 不觉得可笑吗 杀害你大齐天才 当初 你们齐国天才 在妖祖山脉 杀死我儿无疾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五国大比生死无算 若是人人如你 五国大比又有何意义 那又如何 我已查明杀死我儿的 便是这秦晨 今日此子必死 谁也休想左往 你也说 你真要与我大齐为敌 你若再敢动手 臣必让你离不开 大齐王都 赵高 恐怕你没这个能耐 魏国已经调了百万大军 驻守在你国境之外 本宗若是三天之内 不发出撤退的命令 潜伏在你齐国边境的我派弟子 便会和魏国百万大军里应外合 一举攻入齐国 什么 到那时 本宗倒是很想看看 你大齐究竟能否当住我鬼位联手之力 难怪这些鬼东西敢淡倒置入王都 那又如何 念说 只要朕一声令下 你们都必死无疑 见识即使我大齐国破 也不过是便宜了魏国 哼 就凭你大齐这些货色 也能留下本宗 天真 念说 你太张狂了 那就让本宗看看 这所谓的大齐第一高手 究竟有何能耐出 欢迎身防 你弄我这疤疤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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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能发现我的真身 什么 她什么时候上去的 啊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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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赢规刀 脱 不好 给我败 刀法 刀意破空 其实旁观就呼吸困难 真气性都将要被撕裂 太可怕了 不会是我五国最顶尖强者之间的交锋 恐怖啊 臣少 你说肖战大人和这念朔谁能活去 臣少 你笑什么 我笑 所谓的大棋敌高手也不过如此 太让我失望了 热身够了 接下来三招败你 那我就好好领证你的三招 致命武王的四天天阳神 请和我正面交付 我这刀法血脉 致阳之刚正好败他 哼 哼 哼 这是 刚才是第一招 哈 你是第二招吧 嗯 第三招 小战大人竟然败了 怎么突然之间就败了 念说的实力似乎突然间提升了许多 你什么时候突破的半步无踪 半步无踪 本来我并不打算暴露修为 但你的实力却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让我不得不认真对待 今日我来大齐只想击杀真凶 为我而无疾报仇 现在秦峰已死 只剩秦陈一个 只要秦陈毕命 本宗便会离去 绝不会有二话 但诸位若想阻拦本宗 就休怪本宗不留情面了 届时若是商及某些重要人物 别说我念说没有提醒 你想干什么 保护陛下 若非没有一点底牌 宗主大人又岂会带我们进入大齐王都 半步宗师 已是五国第一高手层次 若是拼死一战 万军之中击杀超高 也并非难事 恐怕 怎么样 考虑好了没有 陛下 陛下 零五王 退下 陛下 你想抗旨吗 是 零五王 现在的你是不是很恐惧 整个大体已经无人能保护你了 恐惧 就凭你 希望你过过临死之时 也能和现在一样镇定 杀 杀了他 快把夫人带下去 是他害死了风儿 杀了他 夫人 让秦月池也起火下的放肆之头 住手 住手 是 消雅阁主 还有血脉圣地 东方清会长 老夫大齐国血脉圣地会长 东方清 大齐当阁阁主 消雅 都说鬼仙派是西北最顶尖宗们 今日一届 果真名不虚传 圣地和当阁 我向来不参与势力争斗 不知二位为何要阻止本宗 宗主有所不知 秦晨小友既是我血脉圣地的血脉师 也是丹阁的炼药师 因此 我们希望阁下看在我血脉圣地和丹阁的面子上 放过秦晨小友 不要妄造杀戮 此次究竟有什么能耐 竟三番五次有强者为他求情 如今连血脉圣地和丹阁的人都出动了 不是我不给二位面子 此次杀了我而无极 今日 他必须死 谁来都不管用 突破真正 specific 艺朝 你是用 陈少 快 掊 顾 鹦 鹦 ог 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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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这是 是阵法 阵法 你没能拦到本宗吗 这是什么大阵 秦王跌挡住念兽空击 本宗不信 这阵法真有如此强大 这 回应漫天 不说必定 在你真气耗尽 便是你命丧皇臣之时 将你真实不受真气 此次是早有准备 这个秦臣既有如此大阵 为何不早些实战 令阵数如此屈辱 宗主 不必再攻了 这是一个九九生息大战 来是四阶顶级防御阵 除非能一击破坏此阵 否则其中真气源源流血 只要真气不灭 就永不会破坏 从我当中 你可破坏此阵 如果是精心准备的九九生息大阵 以属下修为几乎不可能破改 但此阵是用阵盘仓促不成 若有宗主大人协助 破开盖力极大 那便有劳宗洛长老了 糟了 伪千派之中竟有一名阵法大师 方才过去的 莫非是传说中的飞灵血统 飞灵血统乃是半妖之马 日行万里力大无穷 能驮动千斤重火 只有大齐军中才有 是军中努力将军回来了 到了 十多年了 若非远之传消息过来 恐怕我要到死的那天才会回到这里 什么人 非连血统 敢问是哪位将军 你们这群小兔崽子 连老夫都不认识了 放 放 放行 你 您是第五王 秦霸天老爷子 军神 军神 这您是第五王 秦霸天老爷子 老爷子居然回来了 是第五王 是第五王 是第五神的 军神 军神 第五王 不好 如今鬼仙派正在王都要对秦家动手 老爷子回来 怕是要遭药 你说什么 金墨水火土 公主 公主 照这样下去 补出半周下 此阵便能被攻破 真好 本宋竟然要这小子死 那他便绝活不到明天 此阵是我仓促炼制 因此有血脱破绽 若是给我足够的时间 电脑炼制出一座鬼仙派 无法攻破的大阵 可惜 父王 卿尘身处危险 我皇室 为何不出手相救 陛下 卿尘天赋惊人 日后必然前途无量 如果他死了 对我大旗而言 损失不可估量了 是啊 父皇 卿尘天纵奇才 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鬼仙派 残杀我大旗栋梁吗 这样的天才 总是找遍我大旗 等上百年 还能再找到一个吗 父皇三思啊 说得轻巧 非是父皇不想救 而是不能救 父皇 父皇三思 父皇 一旦皇室出手 你们谁来抵挡那念术 为了区区一个秦晨 请让我整个大旗陷入危境 父皇 当初秦晨对念无极和曹衡下手 是为了救女儿性命 现在女儿的救命而人身处为难 或他其却拾而不救 这不是人君所为 更有使我皇室风范啊 我皇室 将来何以服天下百姓 何以治天下啊 住嘴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疯了吗 若是让鬼仙派 知道你也参与其中 一定会将矛头指下皇室 如今让那秦晨做提子鬼 也是父皇为了你好 你非但不是好歹 还敢胡言乱语 如此幼稚 怎么会懂得父皇的格局 你以为你能永远都是公主吗 又不是父皇的谋人 我们早就流落古宫 无家可归了 明不救秦晨 女儿自己动手 反正女儿这条命是秦晨所救 今日还他也是理所应当 将公主带回皇宫 太子和四皇子也一并带毁室 父皇 四皇子请慢 我请就要替你报仇了 不好 阵法要破了 围巾之计 只能拼死一战了 大姐出现练闻 你及时撤退 不要练战 以免被念术波及 小子 现在交代后世吗 陈少 不可 陈儿 不可放弃 陈现在 你们先走 你必要保护好我娘亲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念朔交给我 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 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尘儿 你不用担心娘亲 我够了没有 小畜生 现在看你还怎么躲 待我杀了你 你们一个也别想逃 去死 拦住他 陈少 快走 这下 看还有谁能救你 拿命安 谁敢动我外尊 太多 什么 什么人 你是 秦霸天老爷子 君神哪 君神 父亲 你 您怎么回来了 我若再不回来 恐怕这个家都要被你给毁了 爷爷回来了 一切都会没事的 陈儿 是你外公回来了 外公 就是你杀了我孙儿 还要杀我外孙 正是本宗 你就是那秦霸天 什么大骑君神 可笑 一介五福而已 妄自成庸 父王 不可忙 你怎么回王都了 赵高 你放任鬼仙派杀我两个孙儿 这笔赵我回头再跟你算死 前八天 注意你的言辞 你身为三军统帅 没陛下召见 就随意回堕 这是要造反吗 一群废物 就知道对自己人要服扬威 外敌入侵的时候又何曾见过你们 你 你们也别给老夫扣帽子了 本帅此次回来 只有十万火急的战报送回 近日 我大骑边境各大城池 出现诸多陌生强者潜伏暗中 同时 魏国各军事要塞物资来往频繁 多处军团连夜调动 老夫怀疑 魏国可能已经暗中集结百万大军 要对我大骑动火 因此 特地回来请示比较 本宗方才说的一样 从边境的往 即便是日行万里的飞灵血统 也至少需要三天三夜 也就是说 定武王在三天之前 就已经洞察了魏国和鬼仙派的计划 免疫出发 赶来王都 前八天 你好大的胆子 如此十万火急的情报 若用飞鹰传书 只需一天就能到达王都 陛下自可趁机做出决断 你却耗费三天三夜 亲自送报 耽误军情 该当何罪 再者 如今前线危急 你身为三军统帅擅自离武 一旦敌军入侵我大骑 群龙无首之下 导致前线崩溃 你又该当何罪 温老头 你一介五文弄墨的书呆子 不好好当你的丞相 忘谈什么军事 直上谈兵 滚一边去 你 本帅既然离军 便早有安排 那些暗中潜入我大骑境内的强者 具备暗中监控 若有异动 格杀勿论 本帅此次离开 便是要让敌人以为有机可乘 老夫已经暗中埋伏三大军团 魏国若真敢出兵 必然进入三大军团埋伏圈 届时魏国大军怕是无疑能活着回去 况且 本帅还派遣了一支暗兵潜入大卫 届时趁着随机 足以令大卫元气大伤 国力至少跌落三成 直到黄龙也未必不可 无愧是军神 此举时引蛇出洞 足可让大卫一蹶不振 从此再无力针对我大骑 宗主 若那秦霸天所言为真 我鬼险派弟子怕失 吩咐下去 等秦辰人头落地 就随我杀出去 杀出去 你没机会了 你杀我根本害我外孙 一日便死 好害怕的杀此杀戏 是精力沙场 数人千万人才能培养出来的 不愧是军神 大骑军神 可笑 今日本宗便娶你向上人头 万为朝宗 爷爷小心 千军万马 霸气 不 不好 秦霸天老爷子鲁莽了 念书连零武王大人都无法迎天 他如何能靠靠 若灵物王大人和秦霸天老爷子联手 或许有以斩之力 陛下 老爷子等不住了 什么 宣祭后期怎会有此等威力 难道说 秦霸天多年未曾回到王家 就为了隐藏实力吗 堂堂鬼仙派宗主 狐阔容索 这才刚开始 你别太得意 王贵珍 成全你 狂肝雪门 半目无踪 秦霸爷子竟然也是半目宗师强者 奇怪 明明被压制 叶瘦居然没有丝毫慌乱 有问题 这是五行决杀阵 原来如此 原来暗中不想挺及杀阵 难怪如此震定 在本上没减着 在本上没减着 可笑 正好相继就计 自掘坟墓 这时候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被打赏了吗 我当然要笑 为什么不笑 笑 你马上就要死了 还不自知 可不笑 不对劲 鬼仙派一定有什么后招 不守 什么 先派何时不下的阵法 不好 七老爷子危险 再强 十剑无缝 死吧 你转阵阵 不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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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怎么会这样 宋主 是那秦臣 他利用五行绝杀阵的阵击 他利用五行绝杀阵的阵击 不下应该逆转大阵 使得我们的攻击 彼此错乱 所以 你这个废物 竟被一个乳秀为干的臭小子给耍了 要你 无愧是我擒霸天的外孙 鬼仙派的杂碎 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连老夫的外孙都不如 你也敢叫嚣 老东西 朕以为我怕你不成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尸鬼 血体大法 这是什么秘技 老爷子 今天你们全都要死 文公 前置住他 走 可恶 臭小子 就算是死 本宗也要拉着你一起 你不想动我外 死 秦城 我要躲开 定会伤到娘亲 只能赌一把 想杀我儿 问问我了吗 什么 娘亲 不可能 不可能 杀 杜尔 谁给你胆子 不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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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晨 你也要你同我一起死 回水诅咒 尘儿 你没事吧 将这些回先派的妖孽都拖走 磨脏了我大旗的土 尘儿 还见过你外公 月池 这些年委屈你了 想不到你和湛天的儿子竟有如此天赋 湛天如果知道 一定会很欣慰吧 我外公 你这小子 怎么几年不见却不认得外公了 若非定武皇和秦夫人 我大旗恐怕真的就难堪了 好在相抵被诛 二位没事吧 多谢陛下关心 老臣还死不了 陛下 老臣近日奔波劳顿 先行告退 就不留陛下了 来 诚儿 我们回屋 父亲 此地狼藉 父亲不如带着小妹和秦晨 先回定武王府 定武王府 编额都叫人拆个一干二净 这王都哪里还有定武王府 秦月池 你明明可以救下风儿 为什么天死不救 夫人 父亲 老秦家 你这是干什么 赵朕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你教我一声秦家 那秦某便奉劝你一句 我秦家的事情 以后你们赵家少掺我 否则 就休怪秦某不顾往日情面了 远侯 还不把这女人给我带回去 难道还嫌我秦家丢人现眼的不够吗 走 陛下 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回宫 恭送陛下 臣少 秦老爷子 那我等也先告退了 告辞了 今日 多谢诸位出手相救 改日 秦陈再亲自登门拜谢 林山 我很好 不用担心我 我才没担心你呢 我哟 月池 没想到你竟住在这样的地方 赵凤妍太无分了 父亲 住在这里是女儿的主意 毕竟又不引人注意 邻居也不曾像府上那些下人们一样说闲话 挺舒心的 要我说你也是太俊 非要隐藏修尾 不然的话 这些年赵凤岂敢动你一笑 外公 你也知道娘亲修尾的事 那是自然 既然知道赵凤看你娘不惯 你外公我岂是那种丢下你们娘俩 放心跑去边疆的人 若不是这次得到远至的传讯 我秦家弟子竟已到了自相残杀的地步 我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回来 可怜我的疯儿 外公 秦锋的死都是因我而起 其中的是非曲折 外公心里有数 不管如何 秦家栽培秦锋十余载 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他要死也应该死在沙场之上 这不是他该有的死法 都是那赵凤 竟将疯儿蛊惑成这一般 父亲 你也别太过伤心了 我没事 倒是湛天那小子 还没回来过吗 也是 有他在 什么鬼仙派 还不是分分钟碾死的分 我爹他很厉害吗 尘儿 你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强者 也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娘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修为 也是他 让我走上真正的修炼之路 娘 我爹到底是什么人 你父亲 来自大陆上一个极为神秘的地方 你现在还小 和你解释 你也不一定能明白 娘亲说的 莫非是武裕 你知道武裕 嗯 孩儿曾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 据说武裕 是我们天武大陆的中心 是至高无上之地 你父亲 曾经也和我说起过武裕 但他 却来自另一个神秘之地 他能来到这里 也是耗费了巨大的代价 所以你千万别怪你爹 父亲究竟是什么人 来到此地 请去耗费巨大代价 尘儿 娘是说如果 如果有一天 娘也要离开 你会不会怨恨娘 娘 你是要去找父亲吗 这么多年 都没有你父亲的消息 娘担心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现在成长起来了 娘也终于能放心了 娘亲 你去吧 孩儿支持你 去找到我爹 问问他为什么不信守当初的诺言 将我们母子抛弃在这里 十多年不闻不问 月池 你放心 如果你走了 为父一定会照看好尘儿的 不会让他再受任何委屈 爹 月池 尘儿 现在我回来了 你们跟我回家去吧 父亲 还是算了吧 我和尘儿在这里也很好 也罢 既然你不愿回家 为父也不强求 我先走了 我倒要看看 十多年不曾归家 我定父王府到底腐朽到了什么地步 陈少 我已派人修缮宅体 近几日即可完工 念术绝非善理 先看看这白鬼诅咒 究竟是什么 这应该是某种诅咒之力 还加入了一些独特的诡弃之力 使得这种力量 迥异于普通的力量层次 这诅咒的力量 正在渗透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甚至 已经侵蚀到灵魂层 这是九星神帝绝 九星神帝绝果然有效 看来我的九星神帝绝真气 还不够精准 看来想要驱除这诅咒之力 除非我突破到玄机 甚至踪迹 不足以如今震气纯度其难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火焰 诅咒乃是阴寒之力 唯有强大的火焰才能将其驱散 如地火和传说中的天火 便可轻易灭除 可惜这大气境内从未听说过异火 倒是这西北五国核心之地的武成 传闻曾有异火排卖 想要将这诅咒之力消除 怕是要去那武城一趟 朕没想到 那秦月池竟有如此实力 陛下 如今秦霸天突破半步武宗 且掌控三军 而那秦月池 亦是我五国第一强者 这该如何是好 朕还想问你呢 老朽一介文臣 不敢妄乱军事 秦武王 你呢 可有什么主意 臣倒是觉得 陛下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担心 此话何解 若秦家真有心造反 根本不用等到今天 秦月池如此修为 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怕是当年他孤身一人 带着秦臣回到定武王府时 便一失武宗境了 说起来 那都是我登机前的事吗 再加之 陛下当年刚登机不久 对朝中掌控不稳 魏国又屡犯我编辑 秦家若想造反 只需让秦月池 潜入恭维 暗害陛下 再嫁祸给大魏 届时陛下身云 几位王子尚显年幼 救国的重任 定然落在掌控三军的定武王手上 秦家先设政 再签政 无人能做 可定武王却主动退守边疆 如今我大旗 风调雨顺 国泰明恩 陛下威望真厚 即为王子已先后成才 当年秦家尚且没有造反 如今又岂会造反 也对 国真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秦家若真要造反 早可成事 却是朕一直忌惮秦家军权 钻了牛角尖 不肯罢休 这些话 你为何不早和我说 陛下 臣也是此次得知秦月池修为之后 才对此彻底坚信不易 你说朕现在该怎么办 陛下之旨定在臣旨上 想必陛下心中自有主意 是朕糊涂了 来人 传我命令 丁武王解决我大习危机 重重有功 准他今后可自由进出王都 四子秦远志对敌勇武 赐封守封侯 官拜忠司马 秦神母子赏赐府邸一座 置办些上好的器具珍宝送去 丁武王 此事你带着四皇子和子勋公主去办 让康王从中疏通 务必让秦家看到朕的诚意 臣遵旨 也不知秦家是否会原谅朕的这次过错 距离五国大笔赋 还有近一个月 武城位于西北五国中心地带 路途遥远 山巒叠掌 必须乘坐飞勤 才能赶上大笔赋 杨倩昨天已离开 我也该出发了 陈少 本尚要出趟远门 将此信交到定武王府 我拜公之守候 儿等也可散吗 是 见过灵武王大人 康王爷 四王子殿下 子勋公主 灵山郡主 免礼 还请通禀一声 我等前来拜访 我回注意注意大人 秦夫人和陈少都已离开了 去何处了 去哪儿了 属下不知 不过应该是离开王都了 这个秦臣 再往前 便是陆日山脉的深处了 应该会有废禽血兽出过 据说元凤大师的那一头 血爪青鹰 便是再次收复 从刚才开始 林剑之后 不是二姐的血神 偶尔把她的三姐 已经是凶险之地了 现在开始认真寻找 小兄弟 一个人来陆日山脉吗 此地危险重重 不如结伴而行 若有收获 大家凭分如何 抱歉 本少都行惯了 除了冒险 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 小兄弟应该是出此历练吧 一个人进入陆日山脉这么深 很容易遇到危险的 老大说的是 有我等实力 猎杀地级血兽不在花下 你既能历练 又能分到好处 还没生命危险 何乐而不为呢 没兴趣 告辞 这小子居然不上当 大哥 何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此人如此年轻 定是某些大家族 闭嘴 身价不菲 干一票 够我们逍遥很久的了 说不定 他身上还有不少功法 丹药 足以让我们的实力 提升一大截了 闭嘴 你们懂什么 那小子眼神伶俐 行事老道 绝不是擅长 小心别阴沟里翻了船 大哥 你想多了吧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能厉害到哪儿去 有什么好害怕的 正因为他年轻得过分 才更加要注意 你们也不用脑子想想 如此年轻 便敢进入落日山脉深处 此人若真来自某个大势力 岂会任由他独自进山 大哥你是说 有强者在暗中保护他 不然啊 咱哥几个刀尖上填血 就是千万不能惹上 不该惹的人 没十足把握 宁可错过 也不能动手 否则就是找死 不愧是大哥 想得周到 好了 别拍马屁了 咱们走 哼 这几人 定是把我当成那种 独自出来闯荡的天才了 若答应和他们为伍 一旦了解我的身份实力 便会露出强盗本色 杀人夺财 算你们走运 本少现在没工夫陪你玩 属服坐骑要紧 好地方 飞禽类血绅会起在这种崖壁之上 出潮 如此超血定是某种巨婴类血绅 什么人 阁下何人 为何在此 在下无意路过此地 与诸位并无瓜葛 路过 没什么事 在下就先告辞了 站住 你不能向前 这路莫非是你们的不成 给我住手 怎么回事 小姐 胡管事 我等在此巡逻 发现此人鬼鬼祟祟 且要往我柳家驻地前去 所以就 朋友 我等乃运程柳家之人 前方有我柳家一片驻地 还望朋友可以绕道而行 老夫谢过了 不好意思 我去前方也有要事 不便绕路 前面是一片悬崖 而且还是天极血绍 铁羽莹的领地 根本无路可走 既然是铁羽莹的领地 那我更加飞去不可了 别告诉我 你是想打铁羽莹的主意 正是 小姐 胡管事 你们都看到了 死子分明故意捣乱 铁羽莹乃天极血手 玄机舞者都无法对付 死子竟说 自己为铁羽莹而来 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算了 既然她执意前行 我等也没有阻拦的权力 放她过去吧 小姐 落日山脉 不是我柳家的财产 放心 小姐 这样顾虑我吧 我看此人并非像什么坏人 大家盯着点儿就好 灵药的气味 原来此地竟有一处药园 难怪方才那些人不让我靠近 站住 我就说此人不安好心 说的好听只是路过 分明是寄予我柳家药园 小姐 不如将其拿下 严险拷问 依我看 附近定还有此人同伙 退下 阁下这是 我只是想买几株 节驴草 阁下也是一名药师 药师不敢当 只是凑巧认识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我怎么就不认识 童三 你给我住嘴 你再乱说话 就休怪我责罚 小姐 我 既然公子需要 尽管拿去 谢了 这里是一百银币 不用 公子也太客气了 这点节驴草也不值什么钱 小姐 和他废什么话 看他那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根本不像是好人 童三 不是我说你 以后再这么莽撞 我可真要责罚你了 小姐 我也觉得此人有些古怪 节驴草虽称作药材 却不是给人用的 此人买去做什么 暂且看着吧 这 这小子 不会真是来找铁鱼鹰的吧 这铁鱼鹰何等厉害 一找下去 这小子估计就能被撕成肉片 不用管他 我们继续采集药材 吩咐下面的人 采集速度加快 采集完成后 尽快离去 是 小姐 你看那小子 又在搞什么鬼啊 好像是真实 是节驴草的味道 这家伙花一百银币 买下这么一堆节驴草 就是用来烧的 怎么会 现在应该是 天语鹰外出谱石的时候 怎么会突然回来 完蛋了 如果让天语鹰 发现了我们 我们恐怕全都要死在这里 隐蔽 所有人隐蔽 完了 什么 什么 居然躲开了 那 瓶 一 这是什么东西 天语鹰居然被鼓住了 是阵法 阵法 天语鹰是三阶天际的血手 能将其束缚 至少也要是三阶以上的阵法 随手就能布置出三阶阵法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总算抓住了 截律草燃烧后所形成的药力 能够帮助铁羽鹰双翅进化 使其毛发变得更加坚硬和金属化 是铁羽鹰最喜欢的企业 嗯 不错不错 刚刚进入青壮年期的铁羽鹰 飞行速度最高 耐力也最强 正符合我的要求 此人早有准备 莫非是想猎取铁羽鹰的血精 提升血脉 有可能 小鹰啊小鹰 你还是别挣扎 这是专门对付血兽的困兽阵 你再怎么挣扎 也不可能逃脱的 还是省省力气的好 这么好的机会 这家伙不杀了铁羽鹰还费什么话 也不怕铁羽鹰冲破阵法 把他给杀了 别激动 我可不是来杀你了 我想去一个地方 路途遥远 想让你送我一程 什么 此人是来驯服天羽鹰的 可这血兽手法也太奇葩了吧 想要驯服一只兽宠 往往都是从幼才开始驯养 捕获成年血兽的胜算 微乎其微 放心好了 我不会伤害你的 只要你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 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 他这是在活小孩呢 阁下 你这样是驯服不了天羽鹰的 你这样我就当你答应了 小姐 危险 完了完了 就这么把阵法撤掉 天羽鹰肯定发狂 这小子想害死我们吧 诸位 过会儿 一旦天羽鹰暴怒 你们立刻掩护小姐 往落日山脉外跑 我会极力拖延住她 给大家争取时间 小姐 你听到没有 小姐 这是弯腰屈服 这铁羽鹰真沉浮她了 前世炼药累了 消遣时候炼着娃娃的神炎控兽诀 还真不错 前世的兴趣爱好 这回算是派上用场 出发 小姐 这是真的吗 刚刚那小子 全方天理以后 飞走了 我不是做梦吗 你快躺下 看看我是不是做梦 刚刚都被亲眼看见了 这是什么 方才 若是能结识到对方 那该有多好 小姐 都是同散卢马 得罪了高人 不然 算了 小姐也别想太多了 此人深不可测 定然来历不凡 我们刘家虽大 和对方 终究不是一个层面者 破了下面这条灿浪江之后 便是玄重山脉 武城就在玄重山脉外的平原上 最多半天功夫 应该就能到达了 武城颇为混乱 是西北诸多的交易中心 不归任何一方通关 此地诸多强者汇聚 甚至很多通缉犯 也都藏身武城之中 进入武城后 先大致了解 势力划分 再想办法寻找宝贝 这就是武城 带着你进城 恐怕不太方便 只能先委屈你 留在这山里了 小姐 你快走 我们来拦住这畜生 不行 张叔 我怎么能一个人跑 要留 一起留 要走 一起走 燕子 三眼容原是天机血兽 感知灵敏 以速度检查 你留在这里帮不上马 咱现在先回去 不然 我们一个也走不了 明镇 你也别留下 和小姐一起回眷 我不会扔下你一个人的 难道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 这个时候 还逞什么枪 你留下来 谁带小姐回眷 听我的 马上逢 爹 这该死的 畜生 这该死的 畜生 三眼容缘 虽然体型庞大 但是速度却快得诡异 就算是天机中期巅峰的无耻 想与他对抗也并不容易 三眼容缘 浑身是薄 十分罕见 全身都有药用价值 特别是他的第三只眼 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药粉 也不知道该说这群人是走运 还是不走运 竟然在这里遇到三眼容缘 爹 这么说 可恶啊 有火开 小军 小姐 燕子 你们快跑 燕子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刚才到底是谁出手 先前那一剑 轻易斩断三眼熔缘的舌头 此人如此年轻 但至少 也是天机中气的修为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 张翰 莫齿难忘 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不 若飞少侠 我家小姐 刚才怕就危险了 小心 不好 我不要你 我不要你 聊聊数招就杀死了三眼熔缘 此人实力 怎地如此可怕 三眼熔缘是天机的血兽 就算家主出手 也未必能做到如此吧 好强啊 少侠 小女子徐燕 多谢少侠出手相助 不知少侠性命 在下秦晨 无意路过 秦晨 不知诸位为何会与这三眼熔缘交手 少侠有所不知 我们此次前来悬中山脉 就是为了猎杀这三眼熔缘 谁知三眼熔缘实力远超我们想象 秦少侠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我们此次前来猎杀这三眼熔缘 就是为了他的第三只眼而来 但是 这三眼熔缘却是少侠所杀 所以 你们随意 那就多谢少侠了 我们要回武城了 不知少侠要去哪里 若是方便的话 不如同路而行 我正好也要去武城 那便一起吧 多谢少侠 三眼熔缘实力强悍 他的第三只眼 的确是位特殊药材 但也用不着你们一个家族 拼死而战吧 秦少侠有所不知 我徐家在武城也颇有些势力 经营着数家店铺 但前不久 我的父亲被人下毒 找了不少药师都束手无策 后来得知武城的柳城大师 能够治好我父亲 所以慕名拜访 柳城大师倒也没有拒绝 只说 他最近要炼制一炉丹药 还缺一味三眼熔缘的副爷 若是我们徐家能找到给他 便答应出手 医治家主 你们就答应了 我们也知道 这三眼熔缘厉害 自然不敢随意答应 但柳城给了我们一味药剂 说 只需将这药剂 撒在三眼熔缘洞口 便可解若三眼熔缘一半战力 对 哪知道 即便削弱了一半战力 这三眼熔缘还是这么厉害 差点害得我们全军覆灭 那药剂还在吗 给我看看 还剩一点 这只是一包引寿药剂而已 可吸引三眼熔缘出勺 并无血弱三眼熔缘的功效 什么 少侠你确定 信不信随你 这 如果此药真是那柳城送给你们的话 那他怕是想要你们来送死 徐家和柳城素来无怨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武城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秦少侠 救命之恩无以回报 我看少侠还没落脚的地方 不如到我徐家先安顿下来 我徐家必顺眼感谢 是啊 秦少侠 你第一次来武城 虽不知少侠来此所为何事 但我徐家对武城也算颇为了解 在下愿给少侠做个向导 以报救命之恩 也好 怎么回事 府邸门口怎么有那么多人 你别急 不好 家里出事了 到什么阶段 是打斗 徐政栋 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 要把你徐家女儿送给我周家 当儿媳妇 怎么 现在看不上我周家了 准备反悔了 姓周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要将女儿徐配给你周家 你别信口慈皇 徐家主人真是贵人多忘事 那次你酒醉之后和我说的 难道你忘了 若是徐家主真想耍赖 也无妨 只要你徐家将武士中心的 几间店铺转让给我周家 我周某立马走人 绝无二话 姓周的 你别欺人太甚 家主 怎么样 徐家主 前些天中了老夫一掌 还撑不住吗 趁你现在还健在 要么你把徐家女儿 许配给我周家 要么就将武士店铺交出来 二选一 你自己选吧 父亲 不要答应他 听说徐小姐去玄仲山脉猎杀三眼荣源了 居然没死在里面 你死了我们也不会死 燕儿 快点 我也许是变了 慢着 既然徐家小姐回来了 那就更好了 不如现在就将徐家小姐许配给我儿好了 莫尔 还合你的眼吗 徐小姐天生丽质 我当然喜欢 爹 今晚就拜堂成亲 孩儿已经泡不及待要洞房了 淑木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 还有个护花使者 长辈在说话 有你开口的份儿吗 不作规矩 找死 周姓华 我劝你别太过分了 哼 这么点儿 应来 你就别出来救人献严了 放开小姐 婴儿 家主 家主 老义父 若是你全胜的时候 以后老夫还敬你一门 现在都半死 活活了还敢动你 真当老夫不肯杀你吗 铁儿 什么人 干坏老夫的好事 想不到秦某如此幸运 一过来就看到一场 强强民女的大喜 有趣有趣 这五成就没办点儿王法吗 我当是什么人 原来是个乳羞未干的臭小子 老夫办事 有你说话的份儿 不成强者为尊 老夫的拳头 就是王法 秦少侠 此事与你无关 你赶紧离开 他们是谁 武成舟家之人 这些年 一直和我们徐家名争暗斗 想夺取我们徐家财产 前些天 他们下毒暗算了父亲 将他打成重伤 才有了今天的事 走 先过去 映儿 这位少侠是什么人 父亲 先前是秦少侠 在玄仲山脉救了我们 否则我们怕是无意生还了 原来是恩人 秦少侠 还请去后院 这里交给我们来处理 原来是这小子救了你 赶快换我周家的计划 找死 不好 少侠找结束 不好 这道剑齐厉害 你能力的 随随便便一道剑齐 就将周兴华斩飞了出去 臭小子 你幽肿 没了剑 看他怎么出招 我 我 铁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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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徐家咱们找到这么一个变态 想抓人质 爹 假的 这是什么 我们周家有言不识泰山得罪了少侠 还欠高抬贵手放我们周家一条生路 我们保证日后再也不找徐家的麻烦 徐家主 这周家怎么处理你来定夺吧 徐家主 是我周家鬼迷心窍一时糊涂 以后再也不敢了 只求你放过我们 尽管开口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 周震龙 你当我徐兄会信你的鬼话吗 放你们回去那是放虎归身 自绝后路 所有人听令 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周家人离开徐府 是 名人 都要不忍许任何人 都要不忍许任何人 虎归身 什么关系 我周正龙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你想知道 做梦 给你一次机会 说出来我可以留你条性命 不愿意说 死 我说 这一切都是柳成大师的主意 虚家主中的毒是柳成大师给的 这次的阴谋也是柳大师所定 他还说了 他会将虚家人引去三眼熔岩巢 只要虚家人死在玄中山脉 我们周家从虚家得来的宝物 柳成大师将分得一半 什么 原来这一切都是柳成的阴谋 可惜啊 我们还想让柳成大师解毒 你 我说不杀你 没说不费你 待下去 当作人证 少侠这次多谢你了 若非少侠处处相逐 我虚家恐怕面临生死存亡的灾难 如此大恩 我虚家感激不尽 取手之劳罢了 秦少侠处相逐 我敬你 秦少侠我敬你 秦少侠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小姐和他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爹你放心 秦少侠是救命恩人 明正感激还来不及呢 明正只是希望 什么时候明正也能变得像秦少侠一样强 强到可以保护你 保护徐家 这样我追求小姐 也不会这么没有底气了 你能这么想 就再好不过了 秦少侠 我敬你一杯 干了 父亲 你的伤势还没愈合 少喝一点 侍尔家主 你身中剧毒 酒水会加重伤势 还是少喝一点 秦少侠今天为我徐家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我岂能不舍命相赔 父亲 徐家主 你的伤不如让我来看看吧 秦少侠 你会医术 略懂一二 收 秦少侠 老夫所中之毒极其罕见 无成猪豆炼药师都无法解除 秦少侠若是无法医治 也不必挂怀 老夫已经看开了 一点小毒而已 谁说我不能治 什么 什么 徐家主别动 爹 秦少侠 你醒醒来要做什么 你身上的毒已经被去除了 哪还要做什么 喝酒便是 这 这好了 不如你运行些体内真气 看看伤势是不是已经好了 这 我的伤势竟然痊愈了 而且我体内真气 为何比原来更雄厚了 徐家主所中之毒 其实是一种名为七彩心莲莲子 所炼制出的莲心毒 七彩心莲为玄机灵药 可提升武者修为 如今莲毒化解 徐家主自然顺势突破 秦少侠 这是周家长老们的储物戒指 我徐家分文未斗 除此之外 还有我徐家的一点小小心意 还请少侠笑纳 也好 不知道 少侠此次前来武城 是为何事 有何需要尽管开口 只要我徐家能帮到的 万死不辞 我来武城 的确是为了某样东西 不过先跟我说说 有关那柳城的事 柳城是一名二品巅峰炼药师 武城混乱 所以也没有耽搁和血脉圣地入住 因此 每一个炼药师都极其珍贵 此人在武城开了一家药铺 名为柳阁 求一支人络绎不决 但他的规矩 任何人想请他一支 必须满足他提出的要求才行 架子倒不小 走吧 秦少侠这是 自然是去柳阁 秦少侠 这里就是柳阁了 柳城每天下午都会再次坐堂 因此 现在也是柳阁最为热闹的时候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这位大哥 我们是狂蜂探险队的 我们队长现在身受重伤 还请几位大哥行行好 放我们进去 我们阁主交代了 想要治病 就得先排队接取任务 完成了任务才能见客 几位大哥 你看我们队长已经伤成这样了 规矩我们得头 只是如今事态紧急 还请几位大哥行个方便 一万银币就想把我们收买 打发叫花子呢 你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就是因为接了你们柳阁的任务 去玄州山脉寻找紫阳草 所以才会受伤 你们也太不讲人情了吧 自己没用还怪别人 一群废人 完成不了任务就滚 不然就休怪我们不客气 你们 咱们冲下去 这柳阁门口竟然布置有阵法 我等竟然一直都不知道 诸位放心 我柳阁之所以在门口布置阵法 就是为了应付这些闹事之人 只要诸位都安分守己 自然不会有什么威胁 若是有人胆敢造次 这什么狗屁探险队 就是下场 真是好大的威风 哪来的小兔崽 毛都没长齐也在这儿装 废话什么 直接拿下就是了 这一个小屁孩想要找死 那就成全他 这不是徐家徐雄家主吗 听说前不久他中了奇毒 曾来找过柳城大师 今日为何会在此动手啊 看他身上似乎毒素已解 奇怪 难道不是柳城大师所致 徐家主 好大胆子 竟敢在柳阁闹事 好 其实怎么跑 这里我来要放 不用那么麻烦 这 怎么回事 是啊 这阵法破了 愣着干什么 还不动手 伸手不凡呢 喝吧 进去会会我们的柳大药师 这瓶丹药 就送给你们疗伤吧 天哪 这少年究竟是什么人 竟敢对柳阁的护卫动手 不要命了吗 这阵长 看来要出大事 真的 是啊 是啊 我的伤势竟然痊愈了 兄弟们都没事吧 队长你醒了 太好了 好可怕的丹药 一杯丹药 竟让我伤势痊愈 竟只是神胆呢 队长 咱们现在怎么办 先前那少侠和我党素不相识 却敢叫板柳阁 对我们出手相救 我汪峰虽然不是什么人物 但也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 诸位 愿意的话 随我一起杀进去 知缘恩人 走 这是要出大事啊 他们真要进这儿啊 走 你进去看看 看看一个一个不要命了 你看我这不行 能换英心那也行啊 哎呀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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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哎 哎 请问几位前来是为何事啊 有预约吗 我的老天 这也太劲爆了吧 什么人 敢敢在我柳阁闹事 找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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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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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兄的修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了 原来是徐家主 怎么 吃了熊仙暴死胆了 敢来我柳阁撒野 柳城仁呢 让他滚出来 我们有事找他 阁下又是谁 你这小子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柳大士气是你想解就见的 我是谁你不用管 只需让柳城给我滚出了便可 我倒要看看 阁下有什么本钱 敢如此嚣张 天机后期巅峰 可惜 你依旧不够看 皇室怒刚 这点能耐 也敢嚣张 我跪下 我跪下 徐兄 你的战斗明显有错误 对付这家伙其实很简单 你好看着 臭小子 童秀未干 也敢在本大爷面前张狂 死 给我住 什么 此人拳法 以阳刚之气为主 但却未将刚气修炼到极致 使得真气流转 存在间隙 只需找准其中的间隙 就能轻易破开他的招式 臭小子 怒势狂逃拳 死 不好 看到了吧 此人拳法虽然威力惊人 但实则破绽多多 只需找准真气流转的薄弱不韦 轻易就能摧毁他的攻击 是 秦少侠 柳城仁呢 为何还不滚出来 阁下是谁 在我柳阁闹事 真当我柳阁没人吗 徐家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柳阁与你徐家素来无怨 甚至为你身上的伤势出谋划策 费尽心力 你不怕有为天地良心吗 好一个出谋划策 把人带上来 是 这不是周家的周震龙张老吗 周家和徐家一向不对付 听闻徐家入中毒 便是这周家所为 为何周震龙会在徐家手中 快点 柳大师 柳大师快救我呀 把你周家和柳阁的阴谋 老老实实说出来 我立刻就放你走 否则 我这剑可不长眼 我说 我说 找死 少侠 你退下 动手 我的天哪 到底是哪里来的妖孽 可恶 阁下这么着急杀人灭口 是怕阴谋暴露吗 莫非 这柳哥和周家 真有什么阴谋 不然柳城大师 这么急着杀死周震龙干什么 徐兄家主深重制毒 是柳城给我们周家的 他爱骗徐家人 去找三眼荣原送死 说事成之后 和我周家 瓜分徐家财产 这 真有此事 我手中这包药剂 便是物证 这就是柳城所谓 用来削弱三眼荣原的药剂 却只是某种隐兽药剂罢 好啊 难怪我们一进入玄重山脉 就遭遇到了天津血兽 天眼鬼帽 就是这柳城搞的鬼 太比比了 来求医的人都要完成任务 除了徐家和狂蜂探险队 被他们柳阁陷害的人 还不知有多少 诸位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人证物证俱在 柳城 还有什么话好说 小子 今日我必杀你 难逃一死 还在猖恐 小子 你真以为你无敌了吗 臭小子敢在我柳哥撒眼 你今天必死 还有徐家人 难敢污蔑我柳哥 也统统都要死 柳大师 柳大师 柳凯能 区区残破的四象斗转阵 你想困住我 可笑 你 你怎么知道 这是四象斗转阵 你 你 不好 柳城大师死了 走 你也滚吧 真放我走 怎么 难道你还想留下来 不 走 我走 手下 把这里打扫一下 同时 把这柳阁搜索一遍 东西都送到我这儿来 是 钱少侠 对了 齐少侠 听说这柳城 和四大势力之一的 朱家关系不错 那朱家乃是阵法世家 很有可能 柳阁的阵法 便是那朱家布置的 若是朱家得知了 这里的消息 说不定会前来寻仇 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我知道 对了 外面也得找人 好好打扫一番 我要让这里 重新开张 少侠 要接管柳阁 不是柳阁了 而是 第一单阁 你说什么 柳阁被徐家给占了 属下刚接到来报 徐兄带人打击了柳阁 柳城和他麾下的三大高手 全能毙命 微幸免 怎么可能 徐家不过是一个小家族 如何能与柳阁横横 更何况柳阁之中 有我朱家布置的阵法 别说去去徐家了 别说去去徐家了 就算是玄机无者 也休想轻易公破 属下听说 徐家带来的那个少年 似乎也是一名阵法师 这一招就破了柳阁的护门阵法 简直胡说八道 那护门阵法 还是我派人布置的 乃是三界巅峰阵法 居然说被一个小徒崽子一招破解 开什么玩笑 马上带人去柳阁 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柳阁 是我朱家耗费了不少心血 在扶持而起 岂能露入他人之手 是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人 胆敢在武城撒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